密碼也许你有一个后面有一个MySQL 或者是简单一点用SS 你就把帐秘放里面对不对 然后呢slate之后的话你可以按照那个 账号嘛因为账号是unique嘛不会重复的 然后再比对一下 第一个有 有没有查到这里面有没有这个账号 如果连这个账号都没有密码都不用比对 如果有账号的话那再比对密码 然后就可以让他login login的话就是 按登录的时候 他就可以跳到另外一个页面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需要用到 增加一个aclivity 再增加一个页面可以跳过去 如果不是的话也许留在原来的位置 或者是说跳到一个什么 申请成为会员的那个页面 然后 我讲这边的话后续当然自己可以再做变化 那里面的话 第1个 我们这个界面上面非常简单 反正在上面的话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 主要是这个跟这个 还有登录 那最后的话相关讯息的话 你就把它修在这里 因为我没有跳页 我只是简单做一个demo 然后呢 这边的话 相关的页面大概我有 大概画面上面看到的 那这个是EDT01 EDT02 然后这边一个button 底下的话 有个简单的 Text View 这样子 然后呢 Source 部分的话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呢 我们一样 给一个URL的Post 的一个网址 不过这个网址后面不用去传一个什么 问号啦 Data 因为 我们的参数呢不是从这边传 而是从 这个 从我们的URL参数的 这个方法里面传递 那里面的话连结 然后按下button的时候的话 我去做这个方法 Post